截止到今天上午 大修敦地区病毒感染人数为9822人 221人死亡 3204人痊愈 德州的感染人数为27054人 732人死亡 全美的感染人数为106万6885人 61799人死亡 接下来我们来看其他有关疫情的新闻 根据美国劳工局的报告 上周德州首次申报失业人数 已经超过了25.4万人 3月份受到疫情的影响 商业关闭 导致德州出现190万的失业人口 是德州2019年全年失业人口的两倍 全美范围内仅上周申报失业人口的数量 就超过了380万人 在过去六个星期 3000万美国人已经申请了失业救济 专家预计 未来美国的失业率有可能超过20% 德州州长埃伯特重启经济计划 鼓励大家参加户外活动 前提是继续做好社交距离等措施 周五盖文斯顿全长32英里的海岸沙滩向公众开放 这也是州长重启经济计划的第一步 受到病毒影响 该海岸线于3月份关闭 根据德州州长埃伯特的州长令 居家令周四失效 从周五开始 德州将分布放开商业活动 但是在各市地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蒙哥马利县的县长指出 德州州长的指令内容含糊 指定不确切 该县将不遵循州长的指令规定 他强调州长鼓励重启商业活动 但是对一些行业 包括酒吧 健身房 游泳 按摩 纹身店等诸如此类的行业 并没有给予明确的说明开放还是等待 只是说人们需要避开这些行业 由于州长令模糊不清 因此没有法律效力 将不适应于蒙哥马利县